彼得前书第一章 上帝赐给你们 丰丰富富的恩典和平安 活泼的盼法 远送载 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有无穷的怜悯 借着耶稣基督从私利复活 使我们获得重生 有活泼的盼法 可以承受 那不会朽坏 没有污点 不会衰残 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产业 你们这些因信而蒙上帝 用大能保守的人 必能得到那已经预备好 在末世要显明的救恩 为此 其实现今 你们必须暂时在百般试炼中 忍受痛苦 也要满怀喜乐 这样 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便显明是真实的 比那经过火炼 仍会坏掉的君子 更加宝贵 使你们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时 得到称赞 荣耀和尊贵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基督 却爱他 虽然现在看不见他 却信他 并且又无法形容 充满荣耀的喜乐 因为你们得到了信心 带来的国效 就是你们的灵魂得救 有关这救恩 那些预言恩典 要临到你们的众先知 早已详细寻求查考了 基督的灵 曾在他们心中指示他们 预言基督要受苦 然后得荣耀 他们便详细查考 这些事会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发生 他们得到启示 知道他们传讲这些事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你们 现在 那些靠着从天上拆来的圣灵 向你们传福音的人 已经将这些事 传给你们了 连天使 也想把这些事 看个明白 要圣洁向主 所以 要预备好你们的心 谨慎自律 专心盼望 耶稣基督显现时 要带给你们的恩典 你们既是顺服的儿女 就不要再想 从前无知的时候 那样放纵私欲 那呼召你们的是圣洁的 你们在一切事上 也要圣洁 因为圣经上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 我是圣洁的 既然你们称呼 那位按个人的行为 公正无私的 审判人的上帝为父 就应该存着敬畏的心 过你们在世上寄居的日子 要知道 你们从传统的 没有意义的生活中 被救赎出来 不是靠金银 等会朽坏的东西 而是靠无瑕无私的 带罪羔羊 基督的宝血 基督是上帝在 创始以前 预先拣选的 却在这末时 为你们显现 你们借着基督 信了是他从死里复活 赐他荣耀的上帝 所以 你们的信心和盼望 都在于上帝 你们既因顺服真理 解净了自己的心 能够真诚地 爱弟兄姊妹 就当与清洁的心 彼此切实相爱 你们获得重生 不是借着会腐烂的种子 而是借着 不会腐烂的种子 上帝活泼永存的道 因为圣经上说 云云众生静如草 荣华不过草上花 草必枯干 花必残 唯有主道永长存 这道 就是传给你们的福音 彼得前书第二章 可慕灵乃 因此 你们既然已经除去一切恶毒 欺诈 虚伪 嫉妒和毁谤 就要像出生的婴儿一样 可慕 纯净的灵乃 好不断成长 直到完全得救 因为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 是何等甘美 灵宫活食 主是活食 虽然被人弃绝 却被上帝拣选 视为宝贵 你们也如同活食 被用来建造树林的宫殿 好作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 遇纳的灵迹 因为圣经常说 看啊 我在西安放了一块 蒙简选的宝贵仿角石 信靠它的人 必不会蒙羞 所以 对你们信的人而言 基督是宝贵的 但对那些不信的人来说 基督是 工匠丢弃的石头 已成了仿角石 也是 绊角石和使人低倒的盘石 他们低倒 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真道 这种下场 早已注定了 但你们 是蒙拣选的族群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上帝的子民 因此 你们可以宣扬上帝的美德 他曾呼召你们 离开黑暗 进入他奇妙的光明 从前 你们不是上帝的子民 现在 却做了他的子民 从前 你们 未蒙怜悯 现在 却蒙了怜悯 上帝的仆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们是客旅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 要尽界 与灵魂为敌的 邪情私欲 你们在异教徒当中 要品行端正 这样 尽管他们 毁谤你们是作恶的人 但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也会在主来的日子 把荣耀归给上帝 为主的缘故 你们要服从 人间的一切权柄 不管是 居守卫的君王 还是被君王派来 赏善罚恶的官员 因为上帝的旨意 是要你们行善 使那些愚昧无知的人 哑口无言 你们是自由的人 不要以自由为借口 去犯罪作恶 要做上帝的奴仆 要尊重所有的人 爱主内的弟兄姊妹 敬畏上帝 尊敬君王 受苦的榜样 你们做奴仆的 要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不但顺服 那良善温和的 也要顺服 那凶暴的 因为 人若为了 让良心对得起上帝 而忍受 云屈之苦 就会得到恩福 如果你们犯罪受责打 能够忍受得住 有什么了不起 但如果 你们因行善而受苦 还能忍受 就是上帝 所喜悦的 你们蒙照 也是为此 因为基督 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可以追随 他的脚步 他没有犯罪 口中 也没有诡诈 他被辱骂 也不还口 被迫害 也不扬言报复 只把自己 交托给 按公义 实行审判的上帝 他被钉在 十字架上 取身担当了 我们的罪 使我们 向着罪死了 可以过公义的生活 因他所受的边上 你们得到了医治 从前 你们好像是 迷路的羊 现在 却归向了 你们灵魂的 牧人 和监护者 彼得前书 第三章 夫妻之道 照样 做妻子的 要顺服丈夫 这样 即使丈夫 不信从真道 也会因为 看见妻子 真洁和敬虔的品行 而被无声地感化 你们不要注重 外表的装饰 想编头发 戴金饰 或穿华丽的衣服 要以温柔 行进的 永不褪色的 内在美为装饰 这是上帝 所看重的 从前 那些仰赖上帝的 圣洁妇女 都是以这些 来装饰自己 并顺服自己的丈夫 正如撒拉 顺服亚伯拉罕 称她为主人 所以 如果你们做对的事 不怕恐吓 就是撒拉的女儿 你们做丈夫的 也一样 要按情理 与妻子 共同生活 因为 他们比你们软弱 要敬重他们 因为他们和你们 一同承受 上帝施恩赐下的生命 这样 你们的祷告 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要为义受苦 总而言之 你们要同心和义 互相关怀 彼此相爱 仁慈谦虚 不要以恶报恶 以辱骂还辱骂 拜要祝福对方 这是你们蒙兆的目的 好叫你们得到祝福 因为圣经上说 若有人热爱生命 渴望幸福 就要舌头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弃恶行善 极力追求和睦 因为主的眼睛 看顾一人 他的耳朵 垂听他们的气球 但主 必严惩作恶之人 如果你们热心行善 有谁会害你们呢 就算你们 为已受苦 也是有福的 不要害怕 别人的恐吓 也不要惊慌 要心里 遵基督为主 如果有人问起 你们心中的盼望 你们要随时准备答复 但态度 要温和恭敬 存无愧的良心 这样 那些对你们 因信基督而有的好品行 妄加污蔑的人 会自觉羞愧 如果上帝的旨意 是要你们 因行善而受苦 这也总比你们 因作恶而受苦强 因为基督 也曾一次 畏罪受苦 以无罪之身 代替不义之人 唯要领你们到上帝面前 他的肉体 虽被处死 但他借着圣灵 复活了 他还借着圣灵 向那些监狱中的灵魂传道 他们就是 从前在 诺亚造方舟 上帝耐心等候 人们悔改的时代中 那些不肯信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 从洪水中得救的人 很少 只有八个人 这水代表的洗礼 现在 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 也拯救了你们 这洗礼 要表明的 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 而是 求在上帝面前 有污秽的良心 基督 已经升到天上 坐在上帝的右边 众天使 掌权的 有能力的 都服从了他 彼得前书 第四章 生活的改变 既然 基督曾在肉身上 为你们受苦 你们也要怀着 同样的心智 因为肉体受过苦的人 已经与罪 断绝了关系 可以在今后的生活中 不再随从人的私欲 只服从上帝的旨意 你们从前 长期沉溺于 异教徒的嗜好 云乱 纵欲 醉交 狂欢 艳乐 和可憎的偶像崇拜 如今 你们不再和他们 同流合污 他们觉得奇怪 就用恶言 毁谤你们 但他们 将来 必须向审判活人 和死人的主 嚼诈 正因如此 不云也曾传给已死的人 这样 他们的肉体 虽然像世人一样 受了审判 他们的灵魂 却可以靠上帝活着 恩典的好管家 万物的尽头快到了 因此 你们要谨慎自律 行刑祷告 最重要的是要彼此真诚相爱 因为爱可以遮盖许多罪 要互相接待 不乏怨言 按照自己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事 做上帝 各样恩典的好管家 能讲道的 要按照上帝的话去讲 能服事人的 要本着上帝 所赐的力量去服事 这样 上帝会借着耶稣基督 在一切的世上 得到荣耀 愿荣耀和全能 都归于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以受苦为荣 亲爱的弟兄姊妹 若有火一般的试炼 临到你们 不要觉得奇怪 以为发生了什么 不寻常的事 反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 一起受苦 这样 你们在他的荣耀显现时 可以和他 一同欢喜快乐 如果你们被基督的缘故 受辱骂 就有福了 因为上帝荣耀的灵 常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谁也不可 因杀人 偷盗 作恶 或管闲事 而受苦 若是为了做基督徒 而受苦 不要觉得羞耻 要赢着身份 归荣耀给上帝 因为时候到了 审判 要先从上帝的家开始 如果审判 要从我们开始 那些不信 从上帝福音的人 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如果一人得救 尚且不易 不敬钱的人 和罪人 会有什么下场呢 所以 找上帝旨意 受苦的人 要继续 专心行善 将自己的灵魂 交托给 那位信实的 造物主 彼得前书 第五章 劝勉长老 我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 将分享以后 所显明的荣耀 我以长老的身份 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 乌摇木养 上帝托付给你们的羊群 按照上帝的旨意 甘心乐意地照顾他们 不是出于勉强 不是为了牟利 而是出于热场 不要挟制 托付给你们的羊群 而是要做群羊的榜牙 等到大牧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必得到 永不衰惨的荣耀冠冕 你们年轻的 要顺服年长的 大家都要存谦卑的心 彼此服侍 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恩待谦卑的人 所以 你们要在上帝大能的 手下谦卑 时候到了 他必卓生你们 你们要把一切忧虑 卸给上帝 因为他眷顾你们 你们不要谨慎 警醒 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咆哮的狮子 四处游走 寻找可以吞吃的猎物 你们要以坚固的信心 抵挡他 要知道 世界各地的地形自美 在遭受同样的苦难 你们忍受短暂的苦难之后 光是恩典 在基督里呼召你们 享受他永远荣耀的上帝 必亲自复兴你们 使你们刚强 稳固 坚定 愿全能归给他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在忠心的弟兄 希腊的帮助下 我简单地写了这封信 劝勉你们 并证明 这是上帝 真实的恩典 你们务要 在这恩典上 站稳 问候 在巴比伦 和你们一同盟 监选的教会 问候你们 我的儿子马可 也问候你们 你们要以爱心 彼此亲吻问候 愿平安 归给你们 所有在基督里的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